《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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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艺术》在台北已經不再是一個名詞 它已經慢慢鑲嵌到這個城市裡面了 它已經真的是屬於那個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說公共艺术這樣子的一個導覽 甚至很多很多導覽就是在於 它讓這座城市的市民 或者是來這座城市的民眾 看到了這座城市裡面 它獨特的這種發展模式 我認為深度帶來包含的 其實就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生活的這種態度 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獨特 或者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部分 《公共艺术》導覽的活動 其實是希望藉由不同的藝術作品的串聯 是讓我們市民重新地認識我們的城市 那在今年是第四年 辦了《公共艺术》的導覽 那今年的導覽比較不同的是 我們是以行政區域來做規劃 所以在不同的行政區域裡頭 主要的作品 我們就在一個半小時左右的行程裡頭 我們把這些作品安排出來 我們在同一條路線 也許會有三到四位不同的專家學者 來引領這些路線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的專業者 他們的眼光 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作品 把不同的人看到的作品的形式內容 能夠介紹給市民大眾 導覽其實是一個讓人們去認識這座城市的深度 讓大家去認識這座城市的文史 它是你表面上看不到的 它必須透過人去講述 必須你是親自去走在那個街道上面 那你才可以去感受到 那一個城市的溫度 或者城市的那種質感在哪裡 未來裡面絕對可以期待 就是說工藝術在台灣 甚至華人社會裡面 我覺得在台北一定是一個 大家所認為非常好的一個典範的城市 馬路 enhancing 也喜歡之後 記錄一些建築 請到小萝衛 進行中間 進行中間